你把我做了 必须去 你为了 雷佳音站在刘诗诗肖战中间 头也推大了吧 我的天哪 人间惨剧 还有网友说 一个雷佳音的头 等于1.5个肖战的头 等于两个刘诗诗的头 我的妈呀 这也太大了吧 头11了 雷佳音的头位是这数字应该跟你差不多 不可能 不可能 我这样子就知道了 你的头位是60点 也就是说 我的头 我在骄傲什么 也就是说 我的头位也等于1.5个肖战的头 两个刘诗诗的头 女明星的头位太小了吧 雷佳音的头位是61厘米 可以根据圆周长公式 用头位算出头的宽度 用61除以圆周率3.14 得到雷佳音的头宽 约等于19打4 勾选PS的距离 雷佳音头宽19打4 对应的数值是63 刘诗诗诗47 进行等比例换算 得到刘诗诗的头宽 约等于14.5 再用刘诗诗的头宽 14.5乘圆周率3.14 算出刘诗诗的头位是45.53 同样的方法 算出肖战的头位 大约是52.5 刘诗诗旁边的书旗 头位是53.63 我们还可以利用算出来的数据 计算其他明星的头位 比如可以用雷佳音的头位 继续算出一阳千玺的头位 大约是50.34 换张图片 还可以根据刘诗诗的头宽 算出刘亦菲的头位 约等于46.44 同一张图里的杨幂 头围和刘亦菲差不多 也是46.44 印象中头不算小的妮妮 头围大概只有54 一直被说头大的杨子 头围大概也只有51 用杨子算出关小彤的头围 大约是49.39 用关小彤算出陈都灵是46.16 再用陈都灵算出省月是51.86 我查了资料 一般中国女性的头围 在55厘米到58厘米之间 而一般中国男性的头围 在57厘米到60厘米之间 对 我当时算大头 很难受 也就是说 雷佳音的头围 也就是普通偏大 雷佳音的头大 其实是因为其他明星的头太小了